《星島日報》的老闆何柱國登了一篇很大的廣告 他問人性何在? 立法局將在9月份舉行選舉,當局倡議設立關愛隊 方便長者、孕婦和雙齊人士投票 但很可惜建議給民主黨反對和選舉管理委員會以公平為理由反對 選管會的主席鳳華和民主黨的主席胡志偉受過高深教育 應該支出息禮、禮養、長者和需要人士是一致感淺的道理 現在用公平為理由去反對,實際上就要變相的不公平 好像一個70歲的老人家和20歲的年輕人同組賽跑 根本完全不公道 這個做法是否想老人家沒有辦法投票 或是認為不值得重視他們的投票權 甚至想變相剝奪他們的投票權 用平等理由去拒絕方便長者投票的建議 好意令人覺得居心叵測 難以致圓其說 在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安排有人強詞奪理 無視去聯絡人家、孕婦等行使投票公民權利時 排隊很長時間所承受的辛苦和折磨 如果不是寸通就是沒有天理、沒有人性 這個我想他講得很清楚,也不用我加任何評語 民主選舉是一個玩法 只是希望不要找到賣國、賣港的人 進入香港的權力中心 希望九月份的選舉能夠公平地舉行 祝香港好運 爭山